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细地梳理他一头长发 乌黑的长发挽了个简单的发际 长长地垂挂在背后 平日里凤九爱玩闹 头发总有些毛毛躁躁 不如东华那样将自己收拾得整洁又妥贴 他瞧着镜子里的东华 突然一笑 半真半假地问他 你喜欢我 是真的或于皮像吗 东华不仅不慢地替他梳头 淡淡地说道 虽然你长得极美 长大了之后 必然还会更美 不过 凤九有些好奇 不过什么 东华叹一口气 你被困在白虎里头的时候 我便想过 若是你一直不能恢复原身 我又会如何 凤九更加好奇 你会如何 东华放下牙书 抬手取下他发间一朵沾花 放在掌心瞧了瞧 右副手将他化成大红色 仔细替他插在发间 手指在上头轻轻抚摸 那只白虎 平平无奇 可是一双眼仍是你的样子 惊心动魄 若是你一直被困在里头出不来 我化成另一只白虎 陪你一事便是了 凤九瞪着镜子里 仍带着笑意的东华 说不出话来 他晓得他不爱说好听的话 哄他 偶尔说几句情话 却总让他心潮荡漾 如痴如醉 凤九愣愣瞧了他半天 焦灼的视线难舍难分 突然觉得一股热流 涌至喉间 一转身扑到了东华怀中 点起脚便去亲他 东华抬手揽住他的腰 温热的蛇意探入他口中 霸道地加深了这个吻 他一只手掌 拖着他的脑袋 另一只手 将他的身体紧紧贴向他 才能稳住他不往下滑 他全身绵软毫无力气 脑中被他翻搅出一场风暴 许久之后 他终于放开他 二人齐齐压抑着滴滴的喘息 如废的情绪稍微缓解 东华往后退了一步 垂头问他 好点了 凤九点点头 闻了一声 东华又俯了俯他的后背 牵过他的手往外头走 他走得不急不缓 始终是他那独特的步调 自带威仪和气势 二人不出竹楼 沿着小溪缓步下行 凤九回头 望见隐在紫青竹后面的一座小楼 澎湃的心湖终于渐渐平缓 酿着甜蜜的鱼波 他生在青秋 长在青秋 对于此地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 眼下他带了夫君回来常住 自然是百感交集 他悠悠叹一口气 方要引几句应景的诗句来抒发一下情怀 闻得肚中一阵巨响 东华戏谑地瞧着他 瞧得他有些不好意思 只得故作镇静地哼了一声 我饿了 我带你去吃饭 东华牵住他的手紧了紧 向着狐狸洞儿去了 暮色悄然降临到青秋 处处吹烟鸟鸟 晚归的孩童仍在外头嬉戏 不时可见头顶着青河的孩童 打大闹闹自狐狸洞口走过 东华帝君仙气飘飘地坐在狐狸洞中 紫衣流滑 双发如雪 他手里执一本经书 眼光却总是落在另一头的灶间 狐狸洞里向来不爱点夜明珠 似乎是嫌夜明珠光芒太盛 不利于养瞌睡 所以常年点的都是烛火 虽然了许多烛火 光线却始终有几分朦胧暗淡 让他瞧得不是那样真切 很不得尽兴 凤九正执着勺子在炒菜 脸上的表情难得带了气氛认真与端言 米谷不敢烧火 挨挨蹭蹭地站在凤九身旁帮他递东西 仲林则一脸严肃地在烧着火 不时回答几句米谷的问题 这幅画面怎么说呢 其实很暖很温馨 可是落在东华眼中 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米谷离凤九太近 仲林似乎也很高兴 除了凤九总是那么可爱 其他两人都让他不满 这画面让他觉得辣眼睛 他不能理解为何在清秋 大家都不喜欢使用仙法 又不敢当着清秋女军的面之仪 这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他一个人坐着觉得无聊 郁闷 不高兴 偏偏没人理会他 刚才凤九下厨的时候 他兴致勃勃前去帮忙 刚捏个绝点起火 米谷已经去和凤九告状 东华帝君他居然用仙法烧火 说完还转头教育他 用仙法烧火 做出来的菜不好吃 是不是啊小殿下 米谷那讨好凤九的小模样 让东华十分看不顺眼 他觉得 是个男人就不能为了一口好菜折腰 像米谷这样赤裸裸地讨好模样 他的九儿一眼便能看穿 并不会上他的当 偏偏凤九点点头 给了米谷一个赞赏的眼神 华丽丽无视了他用仙法燃起的那一团火 转头还和米谷讨论凉拌慢精子 究竟如何做才能保留那一点香脆 他头一次生出些被排挤在外的感慨 不免有些郁闷 后来他逮住机会向凤九为婉 表达了一下自己的不满 并告诉他 自己用仙法燃起的火 和用木柴烧出的火功效 保证一模一样 却被凤九迁到远远的石桌旁坐下 还在外头画了个圈 不准他走出半步 对于将他赶出厨房这件事 他倒是没什么意见 画地为牢这种事 既然是凤九做的 他也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 至于众林接替了他替凤九烧火这件事 他也没什么不能理解 他单纯就是觉得 要是凤九身边需要一个替他试菜的人 他显然比米谷要合适 米谷大约是太久 没有吃到凤九做的菜了 不管他让他尝点什么 都一个劲说好吃 东华帝君当然也晓得 凤九烧的菜确实是可口鲜美 但是他越瞧米谷那摇头晃脑满脸堆笑的模样 就越是不满 若是让他东华帝君来品尝点评 他至少能够一二三四说出 究竟是哪里好吃 或许还能略指出点不足 让他记忆更进一步 东华帝君虽然厨艺民一般的可怕 对于自己刁钻的嘴巴倒是很有几分自信 等待的时光总是分外煎熬 好不容易等到凤九撇下勺子 摸一把汗津津的额头 含笑向他走过来 眉眼弯弯 娇俏动人 东华方才那一腔怨气 顿时如云烟消散 他的这个地后 他越看越喜欢 怎么看都喜欢 他甚至有些不明白 当初在太成功的时候 他究竟是如何做到 对他说出那些伤人的话 又是如何忍心将他赶离自己身旁 红色的少女 拼挺鸟挪 走到他身旁 抬起头望着他 你有一次说过 我姑父送到你宫里的凉拌 慢精子 你很喜欢 来试试我做的 他左手托了一个盘子 右手夹起菜 送到他口中 歪着头问他 如何 东华早已将方才的富匪 望得精光 什么一二三四 什么略做指点 西数抛入无望海 他只觉齿家留香 清脆可口 连连点头 好吃 还要 与迷鼓相比 大约只能说 他点头的英姿 更为洒脱俊美 夸赞的表情 更为自然诚挚 其余的 不说也罢 凤九两眼灿然 放下盘子 牵着他去洗手 边走边悄悄 与他摇耳朵 你乖乖做了这么久 我要好好奖励你 今晚我烧的 全都是你爱吃的菜 东华恩利一声 一颗心妥贴地落了地 什么委屈都没有了 石桌上满满当当摆了许多菜 众林替凤九与东华摆好碗筷 便捶手立于一旁 却被米谷拉到桌旁 来来来 一起吃 今天没有外人 不必客气 众林瞧了瞧地君 见他正端木凝望着地后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颖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颖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颖哦 我们下期见